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来 来 达斯 哈利 来 开发 资料部的信业卡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有故事的菜式 叫做大马斩煲 那我们开始放些油 将豆腐放进去 煎煎豆腐 先和大家说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听说从前有个官人 去到大马斩的时候 就和大家分享这一道个非常香的煎 disciplines landlord在道的是你们 要问这个煎是什么那么香的 谁知道那个马夫就说 我不想他说什么 您要问色 repente 这个是大马斩爬 观人就想把好嘅 这道钟很大 好嘞 原来导人说这个就是 大马斩煲 当官人们吃过什么 他们不知道这个菜式 是人间那么好嘞的菜式 所以参加了历史的名菜 这它的叫大马斩煲 因為豆腐容易爛 所以要煎或炸 在家製做的時候不需要炸 煎又好吃又香 黏黏豆腐好多 煎好後倒去 這個時候我們要放些燒肉 再煎 燒肉跟豆腐很配 放些油 煎上有油香味 放些金黃色 放些芝蓉 紅蘿蔔和鮮菇 把蝦醬放進去 先炒 爆炸後放些熱水 通常水分都適合原料一半 和蝦醬放些少許糖 放些少許雞粉 放些豆腐 炆兩分鐘 把鮮菇和豆腐吸收到蝦醬和火腩的味道 所以整個鍋會香噴噴 炆了兩分鐘 水分都少了一點 防止打蜆都是 關小火 打蜆 這個時候我們就煮到鍋裡 最後我們放一些韭菜 整鍋韭菜的香味和蝦醬豆腐燒肉 一起碰到一起 就是這個官人所說的大馬斬煲 關注大師開飯 下期和大家繼續分享一道 焦鹽狗肚魚 停 反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